中国政府高压统治维吾尔族穆斯林 主广设计中营关押成人也没有放过孩童 美国纽约时报最新报道指 中国政府已将近50万孩童送进进宿学校 目的是让这些孩童世俗化 并忠于当国 报道援引根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规划文件 东托决斯坦近50万孩童已被送进寿宿学校 官方设定目标 明年年底前 东托决斯坦每个乡镇至少要有一至两所 符合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的寿宿制中小学 中国在东托决斯坦对普通民众严格的监控政策 正在迫使当地的汉族民众外迁 据德国智商报道 库尔勒市的商人估计 过去几年 由于政府的监控措施 大批本地居民外迁 导致当地人口瑞见一半 而这些外迁的人口中 大多是中国共产党 当初通过中国石油等公司的投资项目 吸引到当地居住的汉族人口 中国政府在东托决斯坦实施全面维稳政策 据信 已将超过百万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 关进再教育的消息 让全球高度关注该地区人权状况 在此背景下 当地的汉人虽然没有受到类似的鉴语 但他们的生活似乎也受到不小的影响 中国在东托决斯坦的镇压政策的反对声音 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升级 土耳其幸福党青年组织和安纳陀利亚青年协会等组织 在伊斯坦布尔的伊优布苏丹琴争事前 举行了示威活动 抗议中国对东托决斯坦维吾尔人的镇压和迫害 在德黑兰 伊朗托尔其人高举中国式恐怖分子的标语 抗议中国对东托决斯坦穆斯林的迫害 与此同时 伊斯梅尔·加斯布里斯·济斯基协会 在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一场步行活动 以抗议俄罗斯对可利米亚塔塔人的镇压 以及中国对东托决斯坦维吾尔人的镇压 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持续半年多仍然没有刷减 周六又有港人集会反送中 警方逮捕15人 据法新社报道 香港有网民周六下午和晚上 在上水广场和九龙湾德福广场发起集会 也有示威者向游客高喊反大陆 在接近广东罗湖的上水广场 有数十人示威 并与警方爆发冲突 蒙面的便衣警察挥舞警官逮捕了14人 其中包括一名年仅14岁的女孩 随后警方又在商场内部逮捕一名男子 美国不同政党和公主参选人 认为明年大选加强造势 网上政治广告成为重要宣传渠道 传流音乐平台Sportfeet宣布 因公司未能有效过滤含有虚假讯息的广告 故将于明年初起停止接受政治广告 总部设在瑞典的Sportfeet 在美国的用户人数庞大 大部分用户均使用室友广告的免费版 Sportfeet发言人称 公司目前的系统不足以查核政治广告内容 所以决定自明年初起 停止发放政治广告